好啦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立白 好我們今天要來介紹一下我們這個組隊的 影片啦 好今天要介紹什麼組隊影片啦 就是有一個主題啦 上次是五虎將嘛 那這次呢 我們就找到我們這個陶董聯盟 董卓 同盟軍 的那個組隊 好那 董卓同盟軍陶董聯盟呢 一定要有袁紹嘛對不對 那袁紹的組合當然就是用這樣啦 主要來是以他的物 物理的那個 物的那個特效為主啦 但是他是步兵有乘以二嘛 但是我沒有步兵啦 那再來就是魏蜀 魏蜀三國的初代 初代的那個主公 劉備嘛就是照這個 那我們會放 炎兩 炎兩的話就是 增加我們 那個富將二的 那個 連鎖 讓他連那個什麼 連那個 馬騰 那 曹操的話就是這個基本組合啦 夏侯兄弟嘛都可以對物特效有利的 然後再來是孫姦 LR的孫姦 當然本身就已經有帶物特效啦 那我們再多一個 那個 孫 孫側 我沒有 我沒有LR孫側啦 我們就只能用 那個 UR孫側啦 還有一個就是 UR的孫權 就是這個三代主公 孫家三代主公來 組隊啦 其實這一個 連鎖還蠻好的啦 那最後一次 最後一個隊伍 就是 呂布 當然就是用我們的這個 配合董卓啦 因為陶董聯盟最後 被呂布給殺掉嘛對不對 我們董卓被 被呂布給 幹掉了 所以我們就把他用這個 跟我們打成一樣啦 最後 發動完之後 最後就是由我們 呂布收尾 假設他可以 再連鎖到董卓的話 更好啦 好就是以這個 那個連鎖去 去帶啦 那我們這個 會帶 那個四重是用 文酬 那文酬就是 增加一下 那個 負降 負降一的那個連鎖率 負降一的連鎖率10% 那這樣的話就會接近50% 應該就有機會啦 就有機會 那我們岩兩啊是帶 那個負降二嘛 連鎖馬騰 也有接近50% 有59% 他原本就49蠻高的 好我們就用這個來打看看 先來打首領啊 哇這樣馬上就出現一個首領 手領的戰法真快捏齁 手領的戰法真快捏齁 馬太一 看其他都是一連鎖是要搞完 玩什麼 連鎖 帶動馬騰 我 到底 你 我 你 為什麼 這 這一組這麼強啊 還是因為我用 疾病的關係 好的 不錯了喔 好我們來找一下那個 我們來找一下那個什麼那個 沒有在玩的玩家的城來打看看 沒有在岸邊 就是 我 有 在岸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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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天 在岸邊 其實他們戰法的速度都差不多一樣 這應該是沒有人的懲罰 因為他沒有軍團 應該是吧 討董聯盟組隊 我們來試看看威力 哇 好快啊 我的天啊 為什麼這麼快啊 這個討董聯盟比武武這樣還快啊 再來一場 哇 這個打成快喔 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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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沒那麼快啊 剛剛是怎麼樣 剛剛是賺到是不是 剛剛是賺到嗎 應該不會打到認識了吧 這個應該沒冷吧 打一點簡單的好了 剛剛打那麼快 應該是特效滿特效是不是 哇沒辦法一次特效完成 可以喔 多打幾下就有了 大概是20多秒 接近20秒吧 因為我有一些是有出兵 就已經有戰法了 然後還有那個飛降 呂布有飛降 所以他一開始就有戰法產生 好就這一個組合啦 希望大家會喜歡啦 那 因為在三國之八道 這目前的氣氛氛圍 還有這一個江湖裡面 這一個 已經不是說我們分享 20幾秒破程就已經很厲害了 這20幾秒破程你只是基本的 當然就是一隻滿星照雲破程 滿星孫策破程 那個才是最高端的啦 最高端的 好 所以 大家要練的話 就是一隻照雲滿星照雲破程 把它撐到降星滿星 那個才是最最可以那個帶動 就是最強的玩法啦 最強的破程玩法 那一般來說 你只要把那個工程的時候呢 呃 一般7秒10秒內破程 那個才是最最快的啦 你10秒攻一個 10秒內攻一個 那才可以去 才可以在攻程的時候 跟打玩家的程的時候 去車對方的程嘛對不對 10秒內一個 應該現在 現在的氣氛氛圍下 江湖中應該是10秒內一個吧 阿不然就是一隻滿星照雲破程嘛 對不對 目前應該是這樣玩啦 所以這種 李白分享這一些 就是大家玩玩啦 因為就是一個 呃 在李白無刻的狀況下 沒有滿星照雲跟滿星瞬間的狀況下 順測的狀況下 我們就是用這種方式去 找出樂趣嘛 找出三國之八道理的樂趣啦 好啦我們 李白還是 無刻李白還是 那個 秉持著 樂在遊戲啦 樂在遊戲 我們就是 不跟人家 玩那個 快了 因為降星差太多了嘛 對不對 我們只能 在 用有限資源下 組隊 然後組一些有話題的隊 就是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後 分享影片給大家 去玩看看喔 好這裡是李白科金頻道 我是李白 那我們下次再去找尋一下 有什麼 主題 主隊給大家看喔 大家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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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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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